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坚持认为要顺其自然 面对女儿的这般态度 李女士下定决心要催婚 可不同于一般的父母 李女士催婚的方式 却有些令人惊心动魄 先是扬言要与女儿断绝母女关系 而后甚至不惜以死相递 面对这样的母亲 女儿小胡在现场直呼恐怖 太恐怖了这种感觉 这种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组成呢 母亲的极端让女儿逐渐远离 李女士催婚催到最后 把自己催成了个后妈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一个后妈 甚至于后妈都不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母亲李女士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 表现得如此焦虑 因催婚而魄力的母女关系 还能否被修复 小胡的这个婚 是否要继续催下去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金牌调节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大家好我是张萍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个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女二人 妈妈李女士 女儿我们就叫小胡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母女二人 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就是女儿嘛 现在年龄嘛 她已经三十多了 她还不想结婚 把她那个心结打开嘛 小胡的诉求是什么 没什么诉求 面对妈妈提出的这个诉求 你的态度是什么 顺其自然 这个结婚的事情不是说 就像牛不喝水 你抢上头没用一样 她一定要我说马上结婚 这个不可能的呀 你说现在已经就三四八了 因为我们那边学习都三十九了 要是二十八那时我跟她说 她这样子我也都一直也没反对 后来一晃就三十上去了 我说我觉得女儿必须要成家 这个时候就变成必须了 对我觉得我自己一个母亲的 她如果不成家就这样子 我的心也是放不下去的 李女士告诉我们 她和丈夫育有两个女儿 小女儿十几年前便已结婚成家 这几年来 唯一让自己放心不下的 就是这个大女儿小胡 已经三十八岁的她 在母亲的心中 已然是一名大龄女青年 可无论李女士这边 如何地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上火 女儿小胡仍旧是一点结婚成家的意思都没有 为此李女士是明里暗里 没少催促女儿 甚至一度放言 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 以此来早日促成女儿的婚姻大事 去年她的表姐 跟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是老师比她小一岁 她男朋友也没结过婚 那个老师 大家都觉得那个老师挺好的 很温柔那一种 头一次来还是跟她聊天怎么样 后来她来她就不理她 最伤心的有一次 就是她说她要去值班 那个男孩子 她说你女儿明天要值班 我说那么你她值班 我说你去陪她值班 就可以了 她说好 她说阿姨我就陪她值班 后来那一天去陪她值班 她就一天也没见到她人影过 打电话去她都说不在单位 我就觉得一下子就好像 火魔山脏那样子的 我说这个老师她这么善良的人 我说你怎么这样对她吗 她回我的话呢她就是很难听了 她就说你为了一个外人 你就怎么样怎么样说我 后来给我骂了 她给我骂了 我就是骂到什么程度里 我就说跟她当局母女关系了 为什么 我觉得你如果你这样善良的男孩子 他什么事情听你的 你也接受不了 要是找一个就是比你厉害的 你管不了 你说要什么样的人你才能接受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 他说现在将她这么大的年龄 就是要找就是找二婚了 就是说没结婚 过后的很少了 又失望又着急 对又失望又着急 我就发信息给她 我说我们当局母女关系吧 我说 你把读书的钱 我说你统统放个 我说的是很难听 其实我实际是没办法 后来她一个多月没回家 就像她说的过来陪我直帮 我前面我都不知道的 我直帮那天早上我在单位 然后那天下午 她大概是两点多三点钟 信息发过来说在我单位门口了 我正好有事情出去了 我说叫她等我一下 到最后所以变成 到她那里就变成 什么都是我的错 她来陪我我不在 那就是我不对 我不能有其他的事情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到最后大家都怪我 说我那天不在办公室等着她 安排她之前 你有没有跟女儿说 没有 我先让这男孩陪你 没有跟女儿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 要是如果在一起 他有有话沟通就行了 我说他们去自帮 你只是想给他们制造机会 对 至于他们愿不愿意不考虑 对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小胡当家人给你介绍 这个相亲对象的时候 你是满意的能接受的吗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大家都还好的 只是后面的话就 旁人介入太多了 但我觉得好像 我两个人说句话 马上就能通过第三个人 就又传回我这里 太恐怖了这种感觉 我好像时刻活在别人的监控 管控之下 我们两个人之间沟通啊什么 就是说去吃饭 或者是去干嘛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两个人 私底下的事情 但是所有的事情一转身 然后就又反馈到我这里 你怎么今天讲话 这么不热情啊 怎么怎么样 我就受不了了 一场被所有人 指挥和围观的爱情 对 还不处于爱情的阶段 还处于发展的阶段 约会 后来那个男孩嘛 我就发信息给他 我说你是挺善良的一个孩子 我说你就不要追了 我说我们母女都已经 都吵起来了 我说她也不听我的话 我说那就没办法了 我说比她好的女孩都得是 我就这样子会拿个老师了 原本满怀希望的李女士 最终带着满满的失望 回绝了女儿的相亲对象 而母女俩的关系 也因为这一次的争吵 变得越来越恶劣 现在两个母女的关系 就是距离越来越远了 反正什么事情 也不会让我知道 也不会跟我说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地位 就是一个后马 甚至于还不后马都不如 眼看着女儿再逐渐远离自己 李女士是又伤心又着急 这下自己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 就更插不上话 使不上力了 被冰冻数月的李女士 忍无可忍 在一次与女儿的争吵中 不惜放下狠话 以死相逼 要让女儿早日结婚 她其实平时不在家里 她自己租个房子 住在县城 我是在一个镇上 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回来 回来她就是也是在家里 待不住的 她就有空就跑到 她嫂嫂拉边去了 他们在拉边就在一起喝酒 半夜上跟着都还要起来 跑到拉边去喝酒 我觉得很不怕 她爸爸是因为是喝酒喝死的 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了 一二一了很久 她正月开始一直喝酒 喝到二月初 有一天我就看见她 一包餐领到她嫂子那去了 回来我就问她 我说你晚上在哪里吃 我到嫂嫂拉边去吃这样子 那我说好吧 你到嫂嫂拉边去吃吧 你就去吃吧 那你就把杯子也拿过去酸了 我说你就是差一个没去睡觉 为什么你整天都不在在家里呢 她就躺在床上 那天晚上也没吃饭 后来到了晚上 她在家里 为什么要冲凉冲冲 一直在那里冲 我是这样说了 我说你不费水也要费煤气得干 我说现在水也要钱 煤气也要钱 后来这样嘛 她后来也就打开了 她就这样子说 你就别用了 别洗了 什么钱都不用花了 怎么样怎么样 就很多话就说出来了 其实我肚子里面的气 真的是就压不住了 就好像那个炸弹那样 就炸出来了 我就说跟你两条路 我说一条嘛你结婚 一条嘛死 我说你这么大了 应该是要成个家了 不能整天待在家里了 我说我接受不了 要你死呢 我说不会让你个人死的 我说我也会陪你去的 我就不到这个程度了 她就这样回我 她说明天我就身份证给你 你去把我结婚证给我领了 她说我随便找个来结婚 结婚证拿给你就可以了 反正你不是就是要个结婚证吗 我说你这个事情 你自己要考虑一考虑 我说结婚我也不是说 你随便去拉一个来结婚 我早就提醒你了 可能那段时间真的是在家里待久了吧 她说出那样的话 就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这个话你听得 其实说真的我也已经习惯了 自己就觉得可能最终还是会到这一步 最终所有的聊的话题 然后就是又回归那一个点 我自己的想法我也没有说 就是说一定不结婚 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的话 我也不可能说你随便有个人 我们觉得好的你就一定觉得好 那我是肯定就自己觉得好 两个人能够生活得下去的 那是可以结婚的嘛 因为这个东西男女之间互相嘛 她可能挑我我也挑她 就是说最终大家就都没有合适的 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心态 我也跟家里人我也就是直说的 我对婚姻可能就是说 没有说就是说抱着很美好的想法 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可能身边朋友里面有好有坏 那可能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大一点 女儿小胡最后的聊聊术语中 透露出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受到原生家庭影响的她 对婚姻其实并未抱有美好的期待 为什么小胡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原来李女士和丈夫这几十年来的婚姻 完全可以用糟糕二字来形容 丈夫常年对家庭不负责任 夫妻俩唯一的沟通交流 就只有吵架或是打架 这些女儿都看在眼里 日积月累 难免会对婚姻存下阴影 我是18岁生的我女儿 刚是生头一个吧 她爸爸妈妈还是无所谓 后来生了小的女儿就是生了 我六天她爸爸就走了 就去完了 就到外面去打赌了 就不回家了 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是很糟糕的吗 对 很糟糕的 就是说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情 天大的事情 她就只管她 她就出去吧 我一个女人在家里 那时候我自己 也才自己二十来岁 其实也还是不懂事 很多事情也不懂 小孩子吵吵闹闹的事 其实自己都觉得很烦 老公又不听话 自己还到山上就被柴烧 以前没没气 没什么东西的 都要自己去看这些草的 她要是一个心 就不回来嘛 就没事的 老公要是回来 你要是念叨 她就是打架 就是吵 对女儿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对于男人好像就是说 也就没多大的希望吧 以前他也跟我说过 他说 他说你结婚你享福了吗 其实我也跟他沟通过 我说这个人的命运不归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看你的同学 同事 我说他们每一个过得挺好的 我说干嘛 你要拿我来比你 你们现在这个年代 你自己还有点工作 我说你不要拿我们来比 我说你自己会过幸福的 我也这样跟他说过 我也不是说真的担心 会遇到这样的人 因为这个概率 我说没有百分百 我说碰到 万一碰到不好的人这样 可能他的想法就是 那就是你命不好 可能就两个人 就会在这个上面会有增值 我自己觉得 可能我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 并不一定能够处好 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系 两个人在一个家庭里面 回去的话 各自拿着手机躺在那里 也没话说的 我说那这种婚姻 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组成呢 那他们的意思可能就是 那人都是一样的 家庭都是一样 谁都是这么过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 就在这样的意思 那我的想法就是 我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种 我不是要追求婚姻 我是要追求一种幸福的关系 对 他的意思就是 你结婚了就好了 婚姻不好 就我这样的命运的人 很少很少的了 就是说千分之一 还是万分之一的了 这个人的命运不一样的了 我就是相信命运的了 你今年三四八 还在等两年就五十了 也是四十了 你说你到四十岁过后 你还会生孩子吗 你根本就生你的孩子了 又有生育的压力了 根本你就也不会考虑结婚了 是吧 最好在四十岁之前 还是把婚结了 就是这样子 我说我活在这里一天 我就是必须要她结婚 我要是 我说叫你爸那样子死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 母女两人就婚姻问题上的 不同观点 在调解现场 展开了一场辩论 最后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女儿小胡坚持 精神世界中的幸福 不愿轻易妥协退让 而李女士则紧盯 现实世界中的年龄 认为女儿的情况 已经岌岌可危 那么作为另外一名 家庭成员的妹妹 对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矛盾 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现场我们拨通了 妹妹胡女士的电话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节目继续 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耽误几分钟 聊一下 就是关于姐姐的婚姻的 这个问题 妹妹是怎么看待的 主要我是感觉 她自己过得开心就行 就是她有合适的 就找个人结婚啊 在这个问题上 妈妈着急的这种心态 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能理解 但是我就是说 也希望她能想开一点 毕竟整个社会 也不是说非要结婚不可吧 幸福幸福 其实的话 到最后 姐姐她自己也会承担 自己这个不结婚 带来的什么 其他的后果之类的 她这也能承受 就是她也看不到的 没必要为了这些事情 去烦恼 现在我希望 我妈妈自己 也能过得开心 姐姐也是说 她也是说 给她人家 给她介绍啊 家庭啊 她也去的 也累去的 但是你说 有时候对不上眼的话 这个东西也没办法的呀 你总不可能说 很随意地说 随便找一个就行了吧 后续的问题 也是很多的呀 在这方面 你对姐姐有什么想说吗 可能我是两个方面都劝 我劝我妈妈妈放开一点 姐姐嘛 我说她有合适的人选 比如说 可以与一个男的 能共度一生的 那就解个分 自己的后半辈子 有个两个人相互不持 那肯定也好一点 是吧 但是没有的话呢 我们两姐妹一起过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用为了这个事情 把大家都搞得不开心嘛 好 所以以后的事情嘛 也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从电话中 我们不难听出 相比于姐姐的现状 妹妹更担心的是 妈妈的状态 她希望妈妈 能够从焦虑的情绪中 走出来 放宽心情 学会享受自己的生活 对于这一点 调解团队 也有相同的观点 观察员李小云 第一个拿起了话筒 希望通过几点 观念上的改变来帮助李女士 放平心态 走出焦虑 李女士 我觉得我要纠正你几个观念 那么第一个 我认为婚姻不等于幸福 我们的生活绝对不仅仅是由婚姻组成的 我们再退一万步讲 即便是我们的小胡 他一直现在找不着对象 但是我相信他的幸福和快乐 很大一部分会来源于其他方面 比方说工作 比方说友谊 对不对 比方说亲情 这些都可以给他带来快乐和幸福 所以我说婚姻不等于幸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将就的婚姻就更不等于幸福 妈妈您自己是经历过的 从怎样的一段婚姻里走过来 那段婚姻我们只能用将就两个字来形容 那么这么将就的婚姻您认为幸福吗 对 所以千万不要把幸福跟婚姻就直接挂上钩 给时间给你的女儿 所有的一切要看缘分 那么第二点 我的一个观点是 爱不等于控制 其实你很爱你的女儿 可是为什么你的女儿 她现在会对你就像你说的 有的时候不亲我呀 有的时候会显得对我很排斥啊 很冷漠呀 那是因为在她看来 你的爱给她带来了过多的控制 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成年之后被控制 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 控制首先带来的就是一种屈辱感 最后说一点 那就是在一个家庭里 爸爸妈妈孩子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三角形 可是当这个三角形发生一个角的缺失的时候 往往就会让另外两个点特别的抱团 在这个家庭里 我想说其实从始至终 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 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什么 妈妈跟女儿过于紧密的联合和抱团 妈妈的关注点更多的就会投放在女儿的身上 也就是说妈妈在你这里寻找的 不仅仅是她对女儿的感情 还有一部分 她需要找到她和爸爸那种没有的亲密感 女儿身上其实又单了一份 额外的我们说母亲的情感期待 尤其是在女儿成年之后 所以小胡要理解妈妈对你这一份深沉到 有的时候不堪承受的重量的那种爱 爸爸妈妈常常会说一句话 我是过来人 我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 但是林女士 我们得自信几个点 第一个点 我们走过来的这一段路 我们是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走过来的这段路 是否真的能感知到我们的快乐和幸福 我们走过的这一段路 是否有成为宝贵经验的遗留价值 所以路需要自己去走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另外女儿 到了什么时间应该结婚 到了什么时间应该生孩子 这不是由我们个人说了算 但是我觉得一个积极的生活的态度 非常的重要 这个态度绝对不是躲着爸妈妈妈 因为家里的老人 一个已经过世了 现在只有妈妈 她这么坚强地带着你们 这个女儿两个长大 如果还躲着 还抗争着 接下来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好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转变 应该知道妈妈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应该更落地地和妈妈去谈 我觉得你们不妨可以都退一步 让彼此真的多感受一些爱 而不是那么多的抗争 我就在想妈妈为什么状态这么焦虑 一方面是源自于 可能妈妈一辈子 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过 很踏实的幸福感 妈妈可能唯一得到的快乐 就是在你们两个孩子身上 所以她非常大的重心 是贴在你们身上的 那我们就要去想 既然我当初接受了这种 妈妈发自本能的保护 那么现在 我怎么才能让她把这份 对我们的保护 放到她自己身上去 但是妈妈对自己没有自信 妈妈觉得 我没有过好我的一生 怎么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的孩子 也过得不好 我一定要看着他们过得幸福 但是妈妈你知道吗 现在的生活已经变了 我们对于家的需求 我们从一个家族 到一个大家庭 到一个小家庭 到现在其实很多人 一个人能过得很好 因为社会在进步 我们有很多以前可能需要 互相帮助才能完成的事情 我们现在不需要 所以我们能够更加专注地 去关注自己的内心 这个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而我们这种对于自己内心的认识 关注才是一个人真正独立成长的前提 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的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幸福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 这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取舍了 妈妈可以试着 把对于孩子的情感需求 放到自己身上来 妈妈你知道吗 你笑了他们才会开心 他们已经都超过你当年 看着他们哭的那个年龄了 你那个时候那么坚强 那么勇敢 你为什么会对他们不放心呢 他们会比你更好的 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心地 去过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高高兴兴地 跟你的老姐妹们 去旅游啊 去赏花啊 这样子 你的生活才能开心 然后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说 哎 你昨天相亲的那个男孩子怎么样 你可能就会说 哎呀 我那天跳舞的那个伴儿啊 怎么样 今天他教的这个舞很难呢 我跳给你看一下 这个时候女儿就会给你鼓掌 就会跟你聊天 你们就不会坐在那里 开始互相抱怨 几名观察员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给予双方当事人各自的建议 希望能够拉近 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 调解员李金平 则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为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 做出了专业的分析 帮助她们更好地理解对方 从而拉近距离 可能你们这个家庭呢 这个矛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虽然比较常见 但很有代表性 就是因为当今这个时代 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 比如说可以结婚 比如说可以选丁克家族 比如说可以选单身 那你不能恪守你这个时代单一的价值观 这样的话你就跟你女儿之间 在很多价值观上都有冲突 除了结婚这件事 其他的事情也会有冲突 所以这就是你们之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 那我再跟你分解一下 为什么她跟你会没话说 第一女儿说了 你只要张嘴 不管你张嘴之初话题是什么 最终都会归到你还没结婚 你不结婚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如果两个人长期只探讨一个话题 显然会穷尽的 所以我们有些老师建议很好 你可以出去去玩你的 你可以去丰富你的生活内容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见着女儿的时候 要先表达你的快乐 跟她陈述你的生活到底有多丰富 而就成了一种分享 不是单纯地对她管制和说脚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的是 你一直认为说 你给女儿介绍对象 你觉得她不惊心 然后在这里边你混淆了一个概念 只要别人给你介绍对象了 你不惊心 我就觉得你不想结婚 所以你就急了 她不是不想结婚 你女儿呢 第一她强调了 她是一个慢热性的人 我碰着一个人了 她没有让我一见钟情 那我也不可能立刻以身相许 那我得跟她慢慢来啊 毕竟是她要跟着男人过一辈子 不是人好 老是主动 她就能过得下去 如果标准这么简单的话 那世上80%的婚姻都会幸福 那么小胡这边 你自己呢 有一定的能力 稳定你自己的生活 但你的这种理性和知性 没有释放出来 影响到你的母亲 那为什么没有感染过来呢 因为你没有主动去感染过它 你一直都是本能的招架之工 你有没有想过去化解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 很有这个能力 你要换一种方式 跟你妈妈交流 幽默的方式 或者是亲切的方式 其实你妈妈也许内心 她是缺少安全感的 那么如果你特别稳定 你这种热情 你让你妈妈感受得到 你比如说 你抱着妈妈的时候 你跟妈妈去讲 在妈妈不开心和开心的时候 你用一种合适的情绪 去跟她交流 这个时候其实妈妈 从她内心来讲 她对于你嫁人 会有一种舍不得 那么你只有让妈妈觉得 这个女儿如果嫁人了 我真的是 这个我的小棉袄 就被脱掉了 你要让她有这种感觉 她才不会这么急促地 去催你结婚 然后你在结婚的时候 她才会有这种舍不得 这才是亲情之间 应该呈现的一种状态 调解员李金平 最后建议女儿小胡 要将自己独立舒适的生活状态 感染到母亲李女士 这样也有利于母女关系的修复 调解随后进入到密室环节 观察员李小云和张丹丹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 进入了密室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在听过了场上调解员 和观察员们的发言后 李女士告诉李小云 自己的心情有了一些转变 开始变得放松起来 针对李女士仍旧存在的顾虑 李小云告诉她 女儿只是对婚姻谨慎 并非是对婚姻死心 母亲要学会区分这两种态度 女儿的现在这种状态 就是说她不是说她不长 她在这里才没说 家里给我顶的事情 她就是说 她可能当时的状态 是比较生气的 或者不太稳定的 但是我目前没有发现 她在现场有过这种想法 说要不结婚 她真正反感的是 你逼她结婚 还是说她真正反感的是 婚姻本身 这是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 我正是因为看到 我妈妈这一辈子 婚姻都不幸福 所以我要更谨慎 我要更小心 那她的这种谨慎 又有什么错呢 对不对 李小云告诉李女士 催婚这个问题 也许很多家庭都会有 但是为什么李女士 和女儿的矛盾 尤为激烈 主要是在于 李女士自己的心态 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你的意识里 为什么会对女儿结婚 这么上级 你的意识里 其实在某种感受上 是把自己的幸福 和女儿的幸福 捆绑在一块 就是你认为 这是一个整体 如果女儿不幸福 我就会不幸福 你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我现在没有 我自己的生活 你需要找到 你自己的生活 你不能再跟孩子 就是把自己的幸福 捆绑在孩子的幸福之上 那我自己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该热闹热闹 该找老伴找老伴 我们要选择一种 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密室的另一边 张丹丹告诉女儿小胡 对于她的生活状态 和对待婚姻的态度 她是表示理解的 毕竟幸福的婚姻 是强求不来的 但是人生的选择 有很多种 张丹丹担心小胡 如果长时间沉溺于 一个人独处的舒适感中 会逐渐失去亲密关系 相处的能力 我就是有的时候 我是会担心什么 时间久了之后 她就会越来越 喜欢一个人的状态 对 因为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有摩擦 就是这种 对于别人的迁就 或者是说和一个 另外一个人 建立长期的 亲密的关系的这种能力 其实会慢慢地会退化 这个其实是 有的 令我有点担心的 张丹丹在密室中 鼓励小胡 可以更加勇敢 甚至像年轻时候那样 更加冲动一些 带着一颗更年轻的心 去找寻自己的爱情 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其实给你 没有什么建议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 像年轻时候那样 更冲动一点 怕什么呢 谁会在乎 你做的事情 和你的年龄有什么关系 只要我不伤害别人 我遇到了 我愿意多说几句话的人 我就留下来 多说几句话 我追求我的幸福 我不怕别人 说什么闲话 所以我是希望 你的心态 能够更加积极一点 那么在经过了 场上的调解 和密室中的沟通后 李女士最终 能否转变心态 开始对女儿的 婚姻态度和生活方式 抱以理解和支持 而女儿小胡 又是否愿意 主动融化母女关系 曾经的尖兵 重新做回妈妈的贴心 小棉袄呢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 面试结束 大家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母女二人 现在的是什么想法 通过这样的一次谈话 我就觉得收获也蛮大的 可能让我更知道 自己在处理 这个母女关系的时候 有自己的不足吧 有很大的问题 回去之后 可能还是要好好 想一下怎么赶上 然后不要把问题 再往坏的方面推 可能就主动一点 不要就是说 可能一碰到问题 就自己先逃离 这样 现在就是一个 探讨的开始 其实我的女儿嘛 以前嘛 其实也会就 经过这些 你们老师辛辛苦苦的 帮我们母女俩这样说了嘛 反正还是给女儿 她自己回家去 她自己慢慢地考虑吧 成家的事情呢 也是不能说 就是我要选的人 要她成家 还是要她自己喜欢的 对吧 生气自然 其实女儿呢 她别的都挺好的 关于这个就是说 逼她相亲啊 这样子嘛 就是反正她对我嘛 就是反正远离我 什么事情嘛 也不让我知道 也不跟我商量 所以说嘛 我有点接受不了 哎呦别难过了 其实我是很爱你们的 妈妈 我给你点建议呗 我相信你十八岁就结婚 生了女儿 对 你一定是没谈过恋爱的 所以 对 世间还有一种 美好的生活方式 就是谈恋爱 我希望其实你是可以 补补人生的课的 你在自己曾经 不幸的婚姻当中太认命了 其实我也希望你 今后活得任性一点 只有你自己任性的时候 你才会理解 女儿对自己任性的 主张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的理解 那么这样的话 你们母女之间 再沟通的时候 是要以分享的方式 母女之间最幸福的方式 一定是分享 我们所能提的建议 终究还是有限的 所以送你们一本幸福指南 这里面凝聚了 婚姻和幸福的大智慧 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读一下 相信你们会找到 更多的办法和答案 好吧 好的 谢谢 那祝福你们和妈妈好好谈它 小心 小心 谢谢 还有好事面包赠送给你们 让你们重新学会 品尝生活的幸福滋味 带着面包 带着幸福的答案 可以回家了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调节结束 母女俩 久违地拥抱在了一起 彼此的心 也在各自的反思中 越靠越近 我们祝福这一对母女 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其实 催婚这个问题 在很多家庭中 都会存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代年轻人 对于婚姻 有了更高的精神要求 在此期间 作为父母 心中着急 可以理解 可一味的催婚 甚至是压迫感十足的催婚 只会让孩子的心 离你越来越远 只有学会尊重 理解与支持 才是化解矛盾与分歧的良药 意外 从天而降 儿子前来五年出事了 一下子没有了 跟上做梦 根植于心的怨毒 他说是我把孩子弄出了 把我那个肚子去得那么大 他不能看到我女儿 他还觉得跟我有买 就是我活着 他就死了 怎么过 我天上化个饼能吃 你吃点你 解药无解 我努力来耗几年 儿子没有怀孕 不抱怨 儿子没有了 还有一个女儿 他两个不让样 不同事 说什么我也不一定会 金牌来求解 如果没用错 他就是雪上下 我觉得今天应该去终止 我也好 他们不知道 我想的啥 将去卫视金牌调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